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因为一起交通事故 牵连出一个巨大阴谋的动作惊悚片走到尽头 道貌岸然的水源警局警官小高正处于人生的危急关头 他的母亲不久前刚刚去世 警局方面因为和同事涉嫌受贿而被检察官调查 回家奔丧的路上速度过快又不慎撞死了人 为了不被发现他把尸体装进了后备箱 而后由于查酒驾让他差点露了线 小高左右奔徒疲于奔命 还没回到警局就被检察官搜出了贪污的证据 真是祸不单行啊 他的母亲在入恋的时候被同事告知 检察官很有可能会搜查他的汽车 无奈之下他却想到了一个有博伦理的办法 把男子的尸体弄进太平间 装进自己母亲的棺材里 这期间差点被工作人员抓住 在下葬时小高痛哭流涕地说着对不起母亲 外人说他是一个大孝子 只有他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 同事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就悄悄地贿赂了检察官 看来还是钱好使 很快便没有人在追查贪污的事情了 好不容易度过危急的小高 和同事受命追查一个通缉犯 结果却发现对方正是自己撞死的人 这不由得让他后背发凉 内心备受煎熬 他和同事在调查时回到了案发现场 本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哪知一个交警走过来说 有人报案称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这让小高的神经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 刚好这附近有一个摄像头 由于晚上拍摄的不是很清楚 同事在查看后并没有怀疑到自己的头上 没想到次日小高再一次接到了神秘人的报案 声称他撞到人的事情自己亲眼看见了 这让小高坐立难安 究竟是谁要威胁自己 在警局的院子里 他忽然看到有人在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 随即追过去查看 没想到神秘人坐上车跑掉了 小高也赶紧开车追了上去 不过最终还是跟丢了 真是没有想到 原来神秘人也是一名警察 那此人威胁小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小高常常被撞到人的画面惊喜 这比肉体上的折磨还要痛苦一百倍 此人总是打电话到警局威胁小高 小高干脆来了个视若无睹 这可惹恼了那个警察 冲进警局揍了小高一顿 这时候小高才知道此人也是一名警察 并且比他的职位要高一些 就叫他胖子吧 小高把胖子堵在了厕所 想要收拾他一番 没想到自己反被干倒了 胖子让他晚上把被撞的人的尸体交出来 至于干什么就不用小高插手了 他趁着夜色来到了山上 掘开了母亲的坟墓 拖出了受害人的尸体 心里想着 为什么胖子会这么急不可耐的要找到尸体呢 难道受害人的身上有什么秘密吗 在尸体的身上他什么都没有搜到 却意外发现了受害人的肩膀处有个弹孔 这就起了怪 自己只是撞到了他 弹孔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怀揣着疑问 小高来到了死者的家里 刚把手机冲上电 一个死者的好友就打来了电话 小高让同事查到了此人的位置 这才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原来胖子把警局收缴的毒品 私自拿到黑市上去卖掉 这让他赚了不少的钱 都存在了金库里 死者生前却悄悄把金库的钥匙给偷走了 难怪胖子这么着急要死者的尸体 随后 小高再一次细致地搜索了一遍 从死者的身上搜出了一只口红 然而事有不巧 同时意外发现了是小高撞死了人 硬是要带他回警局 这时 胖子出现干掉了同事 小高的行踪 似乎都在胖子的监视之下 他实在受不了胖子的威胁 哪知 胖子却以小高的家人向要挟 无奈他只好拉着尸体来到了见面的地点 在此之前 小高在死者身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他把尸体放进了胖子的车里 车子刚走出去就发生了爆炸 看着落水的汽车慢慢沉了下来 小高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回到家洗个澡放松一下 真没有想到胖子突然闯了进来 这可吓坏了小高 真是阴魂不散了 小高的身板根本就不是胖子的对手 没一会儿他就被打得站不起来了 胖子在一旁缓了口气 小高趁机躲进了里屋 眼看胖子就要破门而入 小高只好翻越护栏来到了客厅 两人随后撕打带了一起 小高想拼命地爬到柜子那里去拿枪 结果被胖子发现 两人在争抢过程中 一声枪响 胖子意外被打中身亡 胖子死后 此事继续发酵 警局为了掩盖丑闻 决定不再追究此事 小高也只好离开了警局 随后一家人来给母亲扫墓 小高的女儿在玩耍时 意外捡到了一支口红 这让他眼前一亮 他拿着口红钥匙 打开了金库的大门 不禁张大了嘴巴 成堆的现金装满了房间 故事结束 这片里 好人几乎灭绝了 男主爵士开车撞人 毁尸灭绩 一帮同事是腐败受贿 沆瀣一气 检查的交警 唯唯怒怒一脸谄媚 更不用提 坏事干得风生水起的大反派了 这次也是个警察 难道韩国的警察们都是这样吗 最后这么大的事情 都能以给领导影响不好为由 给压了下去 很难想象 这是从现实中 得到启发与灵感的 结尾男主角打开了反派的金库 在堆砌成山的钞票里 全片戛然而止 打出了走到尽头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 极具暗示的隐喻 密闭的空间 巨额的金钱 只有来路 没有前路 再回想本片 在通常有正派人物缺席的情况下 主体的情节 意味成了小恶制裁大恶 终究仍是坏人当道 感谢收看本次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